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傍晚的時份出現了一宗相當震撼的消息 原來有一些國外的黑客組織 將世衛組織和武漢實驗室等機構的電郵和密碼 在網上公諸於世 根據專門監察網絡極端主義和恐怖份子的 美國Site情報集團的報告指出 有接近2萬5千組的電郵地址和密碼 在4月19日和20日被黑客放上網 據說這些電郵地址和密碼 屬於世衛組織、武漢病毒研究所、 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和蓋茨基金會等機構 根據報告中說 最大批電郵地址和密碼 是來自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 接近9,900組 其次是美國疾控預防中心 有6,800多組 世界銀行有5,120組 世衛組織約2,700組 至於武漢病毒研究所也成為黑客目標 這些電郵地址和密碼來源未能查明 但最初出現在美國討論區4chan 然後被輾轉到Twitter和Telegram頻道 一位澳洲網絡安全專家說 利用網上流傳的電郵地址和密碼 的確能成功登入世衛電腦系統 世衛組織的密碼保安措施令人震驚 竟然有多達48個人 就這樣用Password作為密碼 即是PASSWRD 即是離譜 有些人用了自己的名字 或者就這樣叫做ChangeMe 當作密碼 這位專家就說 電郵地址和密碼 有可能是從Deep Web 即是暗網買回來 這樣的密碼措施 難怪被黑客兩三下手勢搞定 撞了撞中 這件事的震撼之處在於哪裏? 就是在於這群客客 他們所公佈的電郵地址和密碼當中 有幾間機構相當敏感 比如說世衛組織 武漢病毒研究所 美國預防及疾控中心等等 這些電郵地址和密碼公開出來 到底那群客客有沒有走入郵箱當中 找一找 到底這些組織之間 作出了什麼聯繫 若然他們都有把電郵備份 我相信很快 就是全球大流行疫情的真相 就會水落石出 為什麼? 因為從電郵內容中 就可以察覺到 究竟中國有沒有就著這個疫情 作出隱瞞? 若然他沒有的話 就應該在那些郵箱當中找到一些郵件 就是中國方面通知 世衛組織 中國出現了這樣的狀況 而且出現了人傳人 到底有沒有向世衛組織清楚交代這些情況? 或者到底到什麼時候才跟世衛組織說 確認得到這個病毒是會有人傳人的情況? 到底你跟世衛組織之間的交往是怎樣? 通訊的往來到底談了什麼? 有沒有作出了延誤? 這些是從電郵當中完全可以反映出來的 所以就算你現在 中國政府拒絕交出這些通訊紀錄也好 人家那些客客 原來找了你的密碼 找了你的電郵ID出來 這樣的時候 一樣是無所遁形 而且還可以察覺到 到底中國政府 有沒有阻撓到世衛的專家進入武漢 那句話是考察 這些從電郵當中就能反映到 而且大家記過電郵都會知道 其實當你去回覆一封電郵的時候 上一封電郵的內容 都會在下一封顯示出來 當你的對話不斷累積 當參與的人數不斷上升的時候 其實就會越來越長 所以從這些被黑客公開的電子郵件 和密碼當中 所看到的東西應該是遠超我們的想像 因為這群人不是互相傳電郵 他們還會傳給另一個 另一個又回覆他 所以一定有很多資料查得出 這亦有助於國際社會更加了解 疫情到底是何時正式爆發的 中國政府有沒有涉及到隱瞞 所有的真相相信能夠很快水落石出 接著就說說世衛組織總幹事譚德塞 似乎他近來很喜歡在Twitter上 他最新又走到美國 到底他在說什麼 他說 美國撤回資助 對世衛組織的工作造成很大的衝擊 他將會和其他夥伴合力填補這筆資金缺口 他同時也呼籲各國 不要將病毒作為相互對抗 或者贏取政治本錢的機會 因為這樣做是很危險的 就好像在玩火一樣 大家看看他的政治套語 都用了共產黨的語言 中共的語言 中共很流行警告陳水扁 不要玩火自焚 譚德塞又跟到十足 叫人不要玩火 他還說到 如果各國之間不能加強團結的話 最壞的時刻就即將來臨 其實就是提醒其餘的193個世衛組織成員 麻煩你打醒十二分精神 現在美國停水 制水 百分之二十四點八的會費就停交 麻煩你們就攤分了他 不要再停水 你其實就是想說這些 但是去到昨天 他突然之間好像手機一樣 在Twitter上連續發表了多篇 只有一個英文單字的貼文 他昨天再出了哪四個單字呢? Compassion 憐憫 Hope 希望 Forgive 原諒 Honesty 誠實 到底他只是貼這四樣東西出來 是要警醒自己 你需要有這四樣的下品德 還是想告訴網友 其實你已經有這四項品德 不過你們還沒察覺得到 那真的不知道他想說什麼了 因為留單字真的很幼稚 幼稚園的學生都不會只寫單字 好了 接著一大堆的網民 就走了去譚德塞的Twitter洗版 貼什麼呢? 這次就貼了中華民國的清天白日滿地紅旗 而且不是幾十有貼 是幾千有成千上萬的有貼 好了 最後就洗到他整個Twitter都是中華民國國旗 這個官媒環球網又玻璃心碎到一地都是 他們又出了一篇文章 就為這個譚德塞總幹事抱打不平 標題就叫做 滿平心淚 呂租惡意甩窩和人身攻擊 譚德塞突然推發這四個詞 就是說 剛才我說的四個英文單字 好了 到底這篇文章是說什麼呢? 主要都是抽稱台灣的領導人 沒理由就是抽稱那些網民 因為你都不知道那些網民是什麼 都沒有大台 純粹一班人只是洗版 好了 文章怎麼說呢? 就說自從疫情爆發以來 民進黨及其當局 此前屢屢對於譚德塞發出批評的言論 甚至對譚德塞惡語相向 譚德塞表示疫情有大流行特徵的時候 民進黨大佬林軸水聲稱 現在才宣布有什麼意義? 世衛組織就是鬼扯和無恥 而台灣外事部門負責人 什麼外事部門? 人家有職涵叫做外交部長 吳超雪也曾經在社交媒體上 辱罵世衛組織 你聽聽他到底辱罵什麼? 官媒就認為這句叫辱罵 What's wrong with you? 你有什麼毛病? 這個中文譯本叫做 這句話很閒而已 這樣也叫辱罵 到底是否找不到位置來抽稱呢? What's wrong with you? 這句話太過輕騎了 這樣也叫辱罵 問問你有什麼問題 你又說你毛病 隨便吧 wrong with you 不代表毛病 你亂譯 好了 民進黨當局的副領導人 這人是副總統 陳建仁點名譚德塞 說什麼? 成事不足 敗事有餘 這句話簡直是客觀兼忠肯 這句話不算是惡語相向 又沒有針對他本人進行人身攻擊 或者沒有詆毀他 或者沒有就他本人的特徵進行批評 純粹就是論事 這樣也不行? 這件事很霸道 這件事很霸道 人家去洗版 其實在文明世界當中 洗版是可以接受的行為 因為每一個人在網絡上都有表達自由 你不喜歡的話 你那幫網軍 之前不是一樣去泰國的推特洗版嗎? 所以 就不能夠你這樣搬龍門 你洗就行 別人洗就不行 更何況那支中華民國的國旗 竟然間被你打了格 他在那張截圖那裡 那句 caption是怎樣寫呢? 他說 攻擊者當中 甚至出現一些惡意炒作台獨的議題 那支中華民國國旗何來台獨呢? 又說經常要說九二共識 九二共識就是什麼? 就是一個中國各自表述 當然 大陸方面其實只是認頭一句 就是一個中國 各自表述是國民黨那些人自己說的 根本上在共產黨的眼中 一個中國就沒有各自表述 一個中國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這是很清晰的 如果不是他用什麼叫你那些邦交國的長腳 如果不是他用什麼在外交的國際舞台上 對你這個台灣政府 萬般的打壓 如果不是你這個台灣 用什麼去參加這個世界盃和奧運會的時候 要用上中華台北 Chinese Taipei的名義 搞不答八 你根本上是對別人打壓 所以還不相信九二共識的人都回家睡覺 一個中國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在共產黨的眼中 是沒有各自表述的 這件事 大陸當局已經是反覆地說過很多次了 只有那些愚蠢的人才說 一個中國 各自表述就是中華民國 放屁 根本共產黨武當是一回事 好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